除了我们以海上方向的作为重要的牵引以外呢 我觉得还有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我们目前的整个一体化的作战平台 我们具备了横向教练的功能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功能 你不可能从中央这个总控室里面 能够看到各个军种的实时的态势 那么各个军种呢 它不可能共享实际的战役方向 那么你共享打击目标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我们联合作战它就不具备基础 所以这个演练呢 它可以从一个侧面 它就反映出 目前呢 我们整个的信息化一体指挥平台的能力 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那么魏农赛你的印象中 像这么多兵种 这么多多维战场的这种联合行动 中国进行这方面的军演是第一次吗 起码过去有没有就是说 这个这么突出 或者说这么有特点 因为我们要注意到 就这次的多维的训练 它一定有什么呢 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兵员 或者是说装备 在这么广袤的空间或海域里面 展开了 那一定有什么呢 它背后的指挥者 也就是背后的指挥者 它必须要把陆军 海军 空军 这三个军种联合起来 也就是你的指挥机构 一定是能够把这些机构联合起来的 通过信息化把它们联合起来 那么这是一种联合作战 过去的时候 实际上很多我们看到的演习 就是陆海空三军 虽然在一起演习 实际上它是一种协同作战 什么叫协同作战呢 就是说咱们商量好一个方案 你届时什么几点几分 你陆军怎么干 然后空军怎么干 海军怎么干 然后协同起来 它不是一种把三个军种 有机的合成 然后再进行这种 赚成拳头的这种作战 当伊拉克战争 包括后面的这些阿富汗战争 包括美军的这些战争 都给我们新的启迪 也就是说 现在外国军队 都在使用联合作战 那么我们用协同作战 这种方式就显得有点落后了 所以我们通过在部队的转型中 也就是从机械化 向进行化的转型中 也在进行这样的训练 那么这次训练呢 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尝试 或者是说一个更深层次的 这么一个演习 是 我还注意到呢 就是最近的全军参谋长会议呢 是刚刚结束 习主席呢 要求全军要强化那个善谋打仗 要树立战斗力标准 要培育战斗精神 但是最重要的 我印象最深 他说不断地提高 要不断地提高 训练实战化水平 其实实战那个词 习主席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也就是说军演训练 我们都按照实战去训练 最重要能打仗 关键是打胜仗 朝之能来 战之必胜 朝之能战 战之必胜 那么要按实战化的水平来训练的话 这次刚才李立教授强调了一个 就叫自由对抗 深度的这种训练 这是不是未来 就是中国军队进行 军演和训练的一个方向 和常态化 对 我觉得它一定是一个 常态化的一个组训方式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你比如说这次演练的 我们可能是一海军 就没有脚本 没错 对 就这次你可以海军 那么下一次 我可能是陆军 也可能是二炮 就它实际上 由不同军种来组织的话 那么这个演练的背景 其他军种完全是不知情的 要的就是这样一个演练方式 就是在你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那么你所有的作战指挥员 你要调动起你最大的能量 发挥装备的最大效能 怎么样去谋得战争最后 这个对抗的胜利 这个就成为它最后的唯一动标 所以我们参考今天 就特别是今年以来 我们看到很多多次 从年初到现在 这个重大演习 我们会发现这里面的真正红军对抗当中 红蓝对抗当中 红军获胜是比较少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出于实战的 一个基本的设置 也就是有意把蓝军射墙 有意把环境变复杂 有意拿最危险 最危险的这个情况 去考验你一线作战指挥员的处置能力 那么这样才能够激发 它这个战斗精神 我觉得以前我们都熟知这两句话 就是能打仗打胜仗 那么这个背景 我觉得还有个很重要 就是敢打仗 首先你要敢打仗 那么你就要对你目前手中的兵器 对我军实际的能力 对可能的威胁要充分的判断 这个判断从哪里来 它不是说战斗精神是一个空话 它必须是一步一步的训练出来的 那么通过这一步步的训练 比如说我们看到金头盔 你170多名王袍飞员 角逐五个人 那么最终胜利者 他一定是经过了克服了重重的险阻 那么将来他在整个这个经验的 这样一个积累 包括他对其他的 一些战斗员的带动方面 他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引领作用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导向非常重要 就是所有的我们的训练 都是以最终打赢为基本标准 也就是说呢 你可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飞行员 你飞得非常好 但是你一定要适应实战化水平之下的飞行 你要会去打仗 我不光要发